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歡迎來到我們日根食堂 周末放假了 又不知想吃什麼 又不想在家裡留下吃麥當勞 吃茶餐廳 我們就近近地來到我們 右汗街市上面 肉食中心 看看有什麼吃 我們去看食物之前 麻煩大家追蹤一下我們的頻道 給個讚我們吧 我們現在就走過去 熟食中心看看有什麼吃 熟食中心就是街市隔離小販大樓 走進去轉個彎 看到電梯 搭電梯上去二樓和三樓 就是了 上到來 看到都人頭湧湧 先走一個圈 給大家看看有什麼吃 我們一眼看到 都是一些吃麵 或者有飯吃的 就不一定是齋麵 都有頗多食物 可以任你選擇 其實這裡是二樓 我們走到旁邊 都是一些吃麵 都有吃飯的 不過主要上面都是吃麵的比較多 所以很多人都是過來吃過麵 打個蛋 都是不錯的 好了 我們上去三樓 看看有什麼吃 大家都看到 都是一些賣小吃 這裡我們停一停 這個奇蹟 我們那天上去看到 都很多人排隊 所以 對 應該都幾好吃 大家可以上去試一試 那我們繼續走 都不知道吃什麼好 一路走一路看 有什麼吃 這個就賣炸食 再向前走一下 看看有什麼好吃 最後決定買文記餃子 為什麼買文記餃子呢 因為第一想吃餃子 第二就是 見多人排隊 和上網的人都說 這間好吃的 就過來買一買 其實我自己都吃過 我覺得都OK的 好 差不多到我了 我們看一看它怎麼裝 它都幾大隻的 買完餃子 順手買一杯豆漿喝 免得仔食 那麼確實 我買了餃子 文記餃子 和一杯豆漿 這就是我愛一餐 豆漿很甜 因為最近主持人 我呢 就在弄餃子 所以就不喝糖 好 那我們嘗嘗餃子 都幾大隻的 對一份餃子 八隻就22元 打包加1元 其實都可以在這裡吃 只不過因為我拿著東西 所以就 叫打包 就加到打包盒 我先來喝一口 來喝一口 嚼一口 嚼一口 它這餃子 嘗嘗一下 它這餃子其實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還不是的 而且它這個人太喜歡 所以都拿好那麼多人 文技餃子 基本上有很多人來遊漢街市 所以如果來到遊漢街市吃東西 都比較推薦去文技買餃子吃 我覺得蠻好吃的 那今集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走之前按個鈴鈴 幫我們按個Subscribe 按個Like 多點留言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接下來 大家想看我們去拍什麼 或者煮什麼食物給大家看 好 今集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